1948年,我党公布了一批国民党战犯名单,魏力皇赫然在列 可1955年回国时,魏力皇却受到了我党领导人的欢迎 这是为何呀?感兴趣的朋友,欢迎给我一圈三连 魏力皇少时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,心中一直期望保家卫国 早年前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,后蒋介石掌权,虽未曾离开过国民党 但是二人一向不合,蒋介石不择手段排除异己,围剿红军的种种行为 都让魏力皇看不惯,而蒋介石同样怀疑魏力皇的重心,彼此间矛盾深厚 1938年,面对日军侵略,八路军的积极抵抗,让魏力皇好感倍增 而后延安一行更让魏力皇对共产党产生了向往之心 1947年,国民党军队接连失败,蒋介石一时无人可用 不得不对魏力皇为以重任 可此时的魏力皇早已对共产党心血诚服 魏力皇对于蒋介石下达的命令置之不理 暗地里对我党施予援手 我党对于魏力皇的帮助深怀感激 而魏力皇的消极情绪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怀疑 幸好在此时,我党公布了包括魏力皇在内的40多名国民党战犯名单 魏力皇也因此逃过一劫 此后呢,魏力皇便来到了香港 1955年在党中央的安排下,他才回到了大陆 并且受到了我党领导人的设宴款待 直到1960年去世之前 魏力皇在党中央身兼述职 为国家发展出谋划策,无私奉献 魏力皇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,值得永远铭记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见